中国的态度是拿猎枪还是好久的看着办的意思 那么美国好不容易拜登熬过了债务上限 跟参众两院的协商到一段落 那么也顺利的通过了法案 所以拜登很开心的坐上了坚毅书桌 在黄金时段做直播 告诉大家他最新的一些看法 听听他的谈话 他当然是与庆祝行情来告诉国人 危机解决了 但真的解决了吗 所有的美国的报纸 包括《Financial Times》 《华尔街日报》 通通告诉大家说 美国虽然避免了金融末日 但是还在财政地域 尤其是接下来的问题 才正式前路坎坷的开始 尤其穆迪Bloomber的报道里头 告诉大家警告 美债危机滥用制裁 会威胁美元地位 俄乌战争更是拖得越来越长 使得很多的去美元化的动作 更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威胁了美国的美元霸权 其中经济拜登政策研究中心说 拜登平均每年要向外国资产 管制办公室会新增1151个名字 告诉大家什么 川普975个 欧巴马才544个 就是说各种管制制裁 越来越多在拜登的手上 那么影响的其实是 回头的影响的是 数十年来 对美元主导的世界 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再接受了吗 还要躲得金融风暴的末日 现在暂时进到了财政地域阶段 中国的所谓一带一度包围的美国 这个相对的抗衡战来讲 看看其他世界各国怎么因应 拉丁美洲跟东协去美元化运动之后 非洲是下一个吗 这个是非洲的去美元化政策里头 肯雅总统直接讲得很直白 他说其他非洲领导人都要采取措施 以泛非洲支付结算系统来取代美元 这个系统 怕是会由2022年1月起动之后 开始进行不再过度依赖美元 这是他们的做法 金砖国家也一样要扩充 想办法去美元化 同时中东也是成为 拜登被认为外交上相当极臭的事物 OPEC召开会议要评估大量减产 那个美国是不乐见的 正在派相关的政府官员要去游说 而伊朗也一样 跟沙奴地阿拉伯海湾国家组建的新海军联盟 印度巴基斯坦参加 更是让美国担心 所谓的南海能源通道战略 正在冲击着美国的霸权 还有不甩西方制裁的印尼跟伊朗 也达成了十项合作协议 包括伊朗总统5月23号访问了印尼 在西方一直制裁 但是他仍然能够跟印尼共同达成了各项协议 所以印尼媒体显示出来什么 这凸显双方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 都采取务实的态度 不是美国说了算吗 委员 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 就是拜登跟麦卡锡两个人 制造出来的问题 也是民主共和党 两党在博弈的时候一个焦点 所以这种政治任务制造的危机 就不要想说你解除了危机 又多了不起 那根本就是很好笑的一个动作 至于拜登特别在他的办公室里面 发表这个演讲 而且还赞美了麦卡锡 他的含义是说麦卡锡输了 我赢了 其实是这样子吗 现在整体来讲 美国的问题不仅是债务上限 是美国的赤字一年比一年扩大 美国的预算 根本就是毫无节制的在发挥 提到了说 未来美国十年里面 还要增加80兆 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今年美国的预算就8.6兆 你以为明年会比今年少吗 如果不会的话 未来十年怎么会80兆 应该8.6兆乘以10 至少86兆以上 而且是起跳价格 而这里面赤字是一天比一天大 赤字就要印联邦政府公债 就不断的提高债线 而且所以这一次的协议 只有两年有效 也就是说他们麦卡举认定 你拜登就已经不能连任的样子 所以两年又新的总统 我们再想办法 美国的债务危机 几乎会伴随美国永远存在 因为美国人已经花费无度了 在这么一个很艰困的经济时刻 他照常编了8500亿的国防预算 也就是能花整花 那问题是他的债券卖给谁 债券如果全部由美国人来买的话 美国人的股票市场就可能崩盘 因为资金会流出股市 冲向什么债券市场去 那要卖给谁 就要40%以上卖到海外去 海外去就是要叫谁买 叫中国买 日本买 欧洲现在已经没什么力气来买了 英国就更不用提了 叫沙奴地阿拉伯买 沙奴地阿拉伯大概不是傻子 不会再买的吧 好的 所以如何去处理这个债务问题 美国是一个无法治疗的癌症 那只是慢慢拖 至于沙奴地阿拉伯中东的形势 现在当然是更复杂 因为不管是OPEC 他有保护他自己的权利 因为对OPEC来讲 他们有财政平衡原则 就是说我石油收入 必须要确保我财政平衡 财政平衡的 OPEC每一个国家的财政平衡的价格 都不一样 就沙奴地阿拉伯大概60块钱 就可以财政平衡 但是平均所有的OPEC国家 必须80块 你就会看得到说 油价老是在60跟80这边摆当 就一个OPEC的领导人 沙特来讲的话 只要看了其他国家有财政 入不服出的话 他就需要减产提高价格 然后把自己产量减少一点 让别人来卖 这个是叫做大哥的样子 但是沙特这种做大哥的样子 好像美国没有学会 美国只会剥削欧洲的国家 来补自己的元气 那这样怎么能够做大哥 至于所谓的波斯湾海军联盟 也不是谁输谁的问题 就是你美国不发挥功能 那人家找中国海军来尬一脚 也是很正常的话 因为什么叫做 就是在波斯湾地区的一个习惯 最早是为了防治海盗用的 现在好像不是在防治海盗 在防治绑架游轮用的 绑架游轮用的 你美国自己干的这个坏事 你绑架这个伊朗的游轮 然后让伊朗反过来 绑架这个科威特 跟这个杜拜的游轮 那阿联酋没办法 只好寻求跟伊朗比较好的国家 是谁 他曾找中国 因为至少中国海军出现了 伊朗海军也会里浪三分 比较好沟通 因为这种政治性的绑架 并不是那种真的要爱贪财 或者强制扣押人家的船只的 就要靠政治来解决 所以你如果参与者 本身是当事人 就是美国海军的话 那你本身就是扣押人家的当事人 你根本没办法政治解决 没办法政治解决 难怪大家要退出 你原先美国为主 所组的三十几个国家的海军的 这种所谓的CMF Combined Marine Force 现在中国只好自己介入 其实也不是中国自己愿意的 可是问题是阿拉伯国家拜托 你能不参加吗 你参加的话你就要去面对 不停的去跟伊朗沟通 这也是一个中国的很麻烦的事情 可是中国要调停沙特跟伊朗的矛盾 这个事情也不能不做 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黄来石油 当然是国际之间非常重要的大事 OPEC在6月4号 就是今天召开维也纳年会 这个年会上可能会决定 接下来要扩大减产 所以当然引起了美国非常担心跟关注 教授 对 现在这个消息透露就是说 大概他们有可能会再减产100万桶 因为在4月的时候 他们才宣布要自愿减产166万桶左右 所以说现在家既然可以看到 这个趋势就是不断地在减产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趋势呢 当然主要的原因其实也跟俄罗斯有关系 因为现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是说 你俄罗斯卖出来的石油 你可以卖 但是你的石油 你卖出来石油的这个价格上限 就60块美元一桶 那但是现在整个在这个 现在市场上大概是超过80块了 如果这个减产再下来的话 那么会超过87块 好 那我们现在 为什么说这个就是协助 就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去对抗西方呢 因为原来这个60块就很难执行了 那现在如果他们在减产 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需求 就会更大 那么俄罗斯就更有条件去提高 它的这个石油的要价 那么当然回来看 OPEC Plus这个决定 到底可不可能成 做出来这个决定呢 当然也不见得完全一定可行 因为主要关键是在于 第一个就是内部 他们内部有不同意见 比方西非国家 他们就希望能够减产 因为他们的生产量跟不上来 那像沙兔地阿拉伯的好朋友 这个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他就不希望减产 因为他的生产能量很大 所以他当然希望增产 他能够这个赚更多的钱 但是关键还是在沙兔地阿拉伯 因为在这个学界 通常有一个称呼称沙兔地阿拉伯 就是他是一个调节的生产者 就是过去OPEC能够成功 都是因为沙兔地阿拉伯 扮演这个调节生产者的角色 当生产太多的时候 他减产 生产太少的时候他增产 所以就维持这个价格的稳定 那现在沙兔地阿拉伯看起来 是想要减产 当然这个还有个大的环境 是因为不景气 就是全世界各国 尤其西方国家 大概今年明年的经济状况都不好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维持住 今年到明年它的一个价格水准 能源价格 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减产的原因 那当沙兔地阿拉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我看这个决定 大概就是会真正就照这个方向去推进了 所以下一步就是 西方国家要不要解除 对俄罗斯所谓的这种价格上限 因为它价格上限 其实不单单是它单方的要求 而且它限制这些 俄罗斯石油可以想 可以取得的这些保险 船运这些服务 那现在你还能不能走得下去 我觉得就有待观察了 可是分析起来压力最大的 恐怕还是在欧洲国家吧 能源价格受到最大冲击的 永远都是欧洲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我们在谈中美的一些 竞争的关系的时候 所谓新海军联盟在波斯湾周边地区 对抗这个所谓美国的包围的时候 一带一路的措施 似乎也产生了一些效果 将军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条蓝色的线 我们都知道油是国家的生命线 所以那产油最多的地方在哪 就是波湾 波湾的咽喉是什么位置 就是现在阿联酋跟伊朗控制的 荷姆之海峡 一定从这边运出来 然后你看这条线 如果往上再经过苏伊士运河 对不对 往上就到欧洲 如果往东南走的话 就到东亚地区 包括日本 韩国 一直在往上到日本 韩国 以前美国它自己本身没有采油 它还没有发明页岩油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控制这些油源 运油最快也最好的方法 最大量最大就是海上运输 所以它必须控制海上的运输线 所以它那时候成立一个叫 海上联合力量 结合了38个国家 其中有一个国家叫做阿联酋 现在阿联酋就退群了 它不参加 它参加这个海上联盟 这代表什么 代表很明显代表美国的 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它自己有页岩油 它对这个地方的需要量不是那么大 它对这个地方的海军 它不想再养那么多海军 所以它就退出了 第二个就是阿联酋也看出来 这些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发言说 你美国也不再用军事力量保护我们了 我们必须要有海军力量保护我们自己 海上的石油运输的生命线 我想说其中获利最大应该就是中国 它不管是海上的游入 或者是从北方中亚地方的水油管线 或甚至北方俄罗斯给它的西伯利亚2号的 天然水管的输出 因为中国现在新兴起来了 它虽然新疆有产油 可是对它来讲的话 它因为新兴工业很多 就是北方港 我现在就会得到 我们接到小型的 seinem 是 我现在讨论 就是北方港 衣按下 我现在经过 孩子 现在